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17号发现的受伤野生大熊猫 经过当地医生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兽医共同努力 目前已经被成功救治 生命体征正常 好 接下来进入今日聚焦点 一个胡萝卜包装车间火灾造成18人遇难13人受伤的重大安全事故 死里逃生的伤员们描述火灾发生了现场 火灾加工厂号称当地龙头企业 究竟还有多少安全隐患急需排除 去13龙即将播出 欢迎回来 今天是山东受光龙原食品公司胡萝卜加工车间灾后的第五天 这场发生在11月16号晚上的大火 夺走了18个人的生命 导致13人受伤 涉事企业负责人目前已经被警方控制 一场火灾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人死亡 那些死里逃生的伤者情况怎么样了 在当地还有没有类似企业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呢 我身后就是龙原食品有限公司的火灾现场 在这里我们看到它这个厂区大院正面是它的厂区大门 整个三面环绕的都是它的加工车间和生产车间 那么这场火灾使这里变成了一片废墟 今天我们看到许多专家正在调查起火的原因 在这次事故中 当地民营乡镇企业暴露出巨大的安全生产隐患 传统落后几乎接近作坊的生产条件 与他们的世界蔬菜加工和出口能力 形成巨大的反差 当地消防部门介绍 像龙原食品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 冷酷的保温材料应用多 搭建厂房的采钢板中间也有泡沫保温材料 大量的易燃材料会导致火势迅速蔓延 你看他劝劝这一片 他会负易的起火点 打热在这个位置好 他这地方他没动 他老板没动那边就成立了 曾来山东深圣伦府成立了 咱们的警察宁德小祖国 他特点就跟刚才参观 应该就是西伯伯的 所以说现在隔壶中 为什么突然发生 然后打这个 所以说现在就是相信 对他得的什么原因 昨天新镇一行过 新镇一行过 他怕是有人也没理所 有人也没防火 这些都不能太错 刘培杰告诉记者 这么大的安全事故 肯定会给公众 一个科学合理的结论 目前各方专家聚集到现场 进行认真仔细的调查 这个事故原因 可能要等一段时间 短的话就五六天 长的话就十几天 但是也慎重一点 针对冷库起火 导致伤亡惨重的说法 刘培杰解释说 因为冷库与加工车间紧挨着 人们自然会这样怀疑 但这种说法 还需要专家最后的结论 看到门了吗 它冷库 它为了方便 它吸完之后 它又把它放到冷库里去 前面就是冷库 看到吗 我看见 就冷库吧 因为它叫冷库 它不刚才是冷冻的 它是冷库的 恒文 恒文库 但是冷库 它怎么会起那么大力量 这也不一定是冷库的 一位参与事故调查的专家表示 2003年当地的部分厂房 进行建设的时候 并没有经过审批 也没有进行消防验收申报 更谈不上人员消防培训 而这里的20多家蔬菜加工企业 基本属于民营性质 这样的安全隐患 不止龙原公司一家 你来了之后 在这个厂子里面 有没有接受过 消防知识方面的培训 没有 我刚来没多长时间 这个厂子里面 车间里面 有那个消防栓吗 有灭火器 有消防栓 消防栓就在 就在那墙上 有没有人拿着灭火器 或者是什么在里面 完全来不及 为什么呢 拿灭火器 它进的火太大 灭火器不定用 那时候也没信任 拿灭火器了 直接就赶紧救人 目前山东受光 龙原视频有限公司 重大火灾事故调查 有了新的进展 当地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 这些厂房都是违法建筑 有的是民房改造的仓库 丝搭乱建 泄露老化现象突出 而且根本没有经过 消防审查验收 着火的厂房顶棚 除了泡沫板 大多使用的是PVC板 可燃性强 过火后产生有毒气体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在培领村加工厂的 搬运工们告诉记者 他们就住在 火灾厂房的正对面 这场火灾不是一般的火情 他们眼看着厂房 在瞬间完全着起来 他们听到救命声 也无能为力 电爆火谁敢去啊 不到我一听到 电爆火 电 电火 电火 你咋知道呢 那里屋家就着起来了 咱们往这儿待着 谁都不敢上场 生个娘 住在培领村的陈孝光 是最早进入现场 参与救人的 他说 看着慌乱中 跑出来逃生的工人 有的还没有跑到大门口 就晕倒在地上 以前我在农业干过 然后过去看看 什么情况 过去之后 看着他们 我被抬人 然后和大家 都过来抬人 没人少去 我一看都是干活的 反正都是一会儿 出来打工的 就过去和他们 一起把人抬出来 抬了几个人 我抬了 我拿着一个女的 反正倒是 死活死死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倒是 是一动不动了 陈孝光告诉记者 目睹火灾的现场 看着那些 被抬出来的工友们 让他感到水火无情 就觉得 反正是 哎 出来打工干活 很不容易的 家里 跑家设业的 出来 把名字打上了 哎呀 没法说 在寿光中医院 记者见到了 36岁的云南大理人 刘世华 2014年2月 他来到山东寿光 龙原食品公司 包装车间打工 在13名受伤的患者中 算是伤势较轻的 想起火灾发生 当天的情景 刘世华仍心有余悸 按照刘世华的描述 当时大火是从冷库燃起来的 而冷库与胡萝卜包装车间相连 大火随即蔓延到包装车间 而此时车间里正有140多名工人 正在装箱作业 发现火花喷出后 工人们一下子慌乱起来 四散奔逃 刘世华说 由于包装车间内 有大量的纸箱塑料袋等易燃物 火势蔓延很迅速 当时正在专心将胡萝卜 装箱的工人们 顿时间叫着乱作一团 刘世华凭借感觉往过道跑 却摔倒在一个水池里 爬起来突然感觉到胸闷 嗓子极为不适 车间里热浪滚滚 令人窒息 火灾发生几天来 刘世华一直睡不好 经常被噩梦惊醒 走前街都笑了 感觉害怕 今天反正感觉 感觉满意不得 另一位四十岁的西北汉子 刘芳萍说起 十六号发生的一幕 仍在瑟瑟发抖 因为下班后卷连门封闭 他和一些工友 是从窗户爬出来的 跑得慢的都被浓烟熏了 现在还是有点咳 开出来的 那个坛的是可以的 而工人张天赋的妈妈就没有那么幸运 他目前正在重症监护室救治 他们就有人说着火了 跑啊 我就跑 跑出去之后 人都在外面 然后我就找我妈 我妈没在外面 然后我就想 我就反过去再找我妈 找我妈 也都找不到 22岁的张天赋 爸爸三年前去世 如今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三个月前 他离开几名老家 来到寿光 和妈妈同在一个车间打工 没成想 遇到这场灾难 张天赋说 由于呼吸道和嗓子严重灼伤 妈妈说话出现障碍 我说话 你别说话 你听着就行 你点头或摇头 我来鼓励他 太怕什么 我妈有事 他如果他有事 我怎么办 一天 在寿光中医院重症监护室 还有一位重伤患者朱敏敏 几天来 他的丈夫王令涛 始终守在医院 寝食难安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你二人现在 现在是呼吸困的 从说想来到 就上了这个监护 这个监护室 有没有生命危险 他现在还没脱离 没有脱离危险期 朱敏敏的丈夫王令涛告诉记者 他们有一双儿女 儿子15岁 女儿才8岁 家里还有两位80多岁的老人 他和妻子常年在外面打工 家里所有的支出都靠他们两个人赚的钱 妻子遭遇这场大火 他也辞去了工作 既为妻子生命担忧 又为今后该如何生活而苦恼 他现在在这边 那个住大概需要的费用 都由谁来付 他还不行 也没有谈到这个事 调查中记者发现 包装车间绝大多数是三四十岁的女工 每个月有五六千元的工资 由于是寄件工资 为了多赚钱 加班是经常性的 本应该晚上六点半下班 结果七点半就发生了这场大火 发生火灾的龙原池品有限公司 坐落在寿光市化龙镇培领村 这里号称中国胡萝卜第一镇 食品加工企业在这里遍地开花 大吨位的货车来往频繁 以龙原食品有限公司为例 作为当地龙头企业 年生产能力五万吨 一千吨的恒温库十座 加工车间有十二个 产品主要销往日本 韩国 新加坡等地 和国内的各大市场 大量的加工厂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族 你们来回来多少人呢 有七八百人呢 你们在这儿属于装卸工 一个月能做多钱 做到四千到五千 人家是通料的 主要来干什么火啊 主要是来把胡萝卜 这就是两天半 晚上四十六天 有时候到零三大年 那工作十几个小时 对对对 工人们告诉记者 这里的胡萝卜分春秋两季种植 他们也像候鸟迁徙一样 春秋两季过来赚钱 这一季还有十天就基本结束了 然后他们会返回家乡 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 再回到这里 他说暂时二十天 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我们装那个胡萝卜 急速地就回家 回了家差不多回家一个月 那个厂里又该那个小马联系 我们也可以到小马那边走 小马那你在三个月 一来这边 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 打破了刘士华打工赚钱的梦想 也夺走了十八条鲜活的生命 根据最新的事故调查情况 龙岩公司存在着撕搭乱件 线路老化 未经消防审查验收 工人缺少消防知识培训 消防通道无法正常使用等等问题 在每一次企业伤亡事故当中 我们都能看到同样的悲剧 本来有很简单的防范措施 因为责任不到位 留下了一个个吞噬生命的死亡陷阱 责任漏洞的背后 其实有着这样一个血淋淋的逻辑 我的钱比别人的生命更重要 如果企业不能真正把尊重生命 放在赚取利润之上 把员工的安全作为生产的前提 再好的安全措施 最后都是废止 下写预告 2013年6月3日 吉林宝源烽火灾 造成120人死亡 2014年8月2日 江苏昆山爆炸事故 致使75人死亡 180多人受伤 劳动一级刑期 群死群伤事故频发 如何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更多内容广告之后 为您呈现 欢迎回来 山东寿光龙原食品公司 一个车间发生的火灾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伤亡 我们再来看看 目前调查出来的安全隐患 没有接受过逃生培训 也没有使用救生设备 在漆黑的火场 熊熊燃烧的几分钟里 一些工人是从厂房大门逃出 一些人是从窗户跳了出去 但最终还有18人没能逃出火场 记者调查了解到 16日晚发生在山东寿光龙原食品公司的火灾 隐患其实早已存在 这家在当地规模较大的企业 厂房没有经过消防验收 厂房大量使用液染材料 线路老化 没有进行过消防安全演练 工人缺乏逃生知识 事实上有关部门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 但遗憾的是 没能整改落实到位 错失了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机会 我们不禁要问几句 今年三岁月份 当地派出所就曾来这家企业进行过排查 也提出了一些线路老化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及时整改 企业事发时厂房属于违建 为什么没有人督促整治或者拆除 部分厂房未经消防验收 为什么能够投入使用 如果不是这次事故 有谁会关心这些打工者的安全 近几年 我国劳动密集兴企业发生安全事故 造成重打人员伤亡的案例 可以说是屡次让人心痛 2002年3月23日12时50分 浙江省温州市欧海区郭西镇 惠胜皮鞋厂发生大火 造成6名女工死亡 4人受伤 2004年7月28日 浙江平阳县温州辉煌皮革有限公司 发生火灾 造成18人死亡 12人受伤 2013年6月3日 吉林省德惠市保元峰 勤业有限公司 由于电气线路短路 引燃周围可燃物 高温导致氨设备和氨管道 发生物理爆炸 引发火灾 加上厂房的安全通道处 大门被锁 造成120人死亡 2014年8月2日上午 江苏昆山市开发区 中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汽车轮沽抛光车间 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爆炸 致使75人死亡 180多人受伤 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主要依靠大量的使用劳动力 所以一旦发生事故 人员伤亡就会更多 而在这些事故当中 我们从不同的偶发因素里面 也能总结出几条 偶然中存在的必然 首先 这些企业往往在建筑结构 建筑材料上 存在消防安全先天不足的问题 耐火等级低 毅然材料多 第二 消防设施缺乏或者老化 不能使用 消防疏散通道不畅 人员无法及时逃生 第三 员工没有经过正规的 消防安全培训 不知道该如何的正确逃生 在这些情况下 一旦企业忽视消防安全管理 违章作业 就很有可能引发 群死群伤的重大安全事故 那么惨痛的经历之后 我们到底应该吸取 什么样的教训 如何防止悲剧的发生呢 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观点 因为我们现在农产美加工企业 这个进入的门槛是比较低的 这个样子呢 实际上就给这个政府的监管了 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我们可能一般认为像 这个加工胡萝卜的 这种可能发生火灾的 那么实际上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马肥大业 而且你是一个典型的 劳动力密集型的 一个生产性的企业 对于这个任何的企业 无论你是大企业 还是中小企业 在公共安全问题上 都不能马肥大业 也属于防满 在劳动密集型企业 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农民工 一场又一场的工厂大火 触目惊心的打工者死亡数字 一次次在提醒着我们 劳动密集型企业 如何去把安全生产理念 真正贯彻到实处 究竟是谁该为如此惨烈的事故负责 为安全生产负责 为失去的生命负责呢 我们栏目将会继续关注此事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三农视讯 近日中国医学人才培训工程 贵州第三期 陕西富平福建宁德 河北洪水第一期开班 即捐赠一事 在北京市平谷区举行 这是该工程 继四月份青海班之后 又一次在平谷区开班培训 这些学员将在平谷区模拟医院 接受九天的微疮手术培训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将邀请妇科 普外科 消化科 等领域的权威专家 为学员们授课 使他们的微疮手术技术 得到较大提升 这种正在开花的植物 叫投花鸟 它是我国少数民族 苗族的一种传统药材 近年来 它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 在贵州省 农业银行首家采用 药品专利权质押的方式 帮助企业贷款 有效支持了 现在中药产业的发展 对资金的需求 是靠自己原有的 这一块资产去抵押 我们是不够的 如果用无金资产的话 就不用担保 通过公司加农夫 这样一种模式 既把这个企业支持大了 也把农夫给他支付了 截止九月末 农业银行贵州分行 三农贷款余额620多亿元 占全省农行贷款总额的50%以上 对全省407家 省级及省级以上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服务覆盖面 达63%以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下来的更多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市网 农市网的官方 微博微信和移动客户端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插去浏览 感谢收看聚焦三农 明年见